我喜歡的男生類型是 外表 乾乾淨淨的 然後黑白不居 喜歡就是有整理自己 不可以滿臉無渣 對 然後要乾乾淨淨的 然後高矮胖瘦也還好 其實比我高就好了 比我高應該蠻多的 其實我本來就很愛跳 之前就是在科技業上班嘛 我覺得每天朝九晚五 生活太枯燥乏味 那後來因為啦啦隊這陣子很盛行嘛 那我就覺得 欸 其實我可以把我的工作 興趣去做一個結合 今天的主題呢 就是一萬訂閱QA 就是小小的成就 那這邊呢 珍奶也有統整了 就是大家的問題 那小編這邊也有幫我精選了 10題 那今天就是來快溫快達10題好了 為什麼喜歡自己開車喔 因為我喜歡速度感 就是我其實蠻喜歡 享受一個人開車的時候 然後可以冷靜思考一下說 我可能明天要做什麼 然後我今天做了什麼 做的對不對 就是我覺得開車是可以讓我 去思考計畫事情的一個很好的時間點 所以其實有坐過珍奶車的人都知道 我在車上其實是不太聽音樂的 是全靜音的狀態喔 就是連音樂什麼的我也都沒有在放 因為我時常在邊開車的時候 我覺得要思考人生啊 也不是思考人生 就是思考我接下來的計畫跟規劃是什麼 所以我蠻喜歡自己開車的 因為自己開車很自由自在 方向旁在我自己的身上 自己掌控感覺 所以我蠻喜歡自己開車 覺得很自由 珍奶的理想型喔 我之前好像有在星辰的節目上有講過 我喜歡的男生類型是 外表乾乾淨淨的 然後黑白不居 喜歡就是有整理自己 不可以滿臉無渣 對然後要乾乾淨淨的 然後高還胖瘦也還好 就是比我高就好 比我高應該滿容易吧 比我高一些就可以了 不用說一定要非常瘦 但是胖瘦中等就可以 最主要我喜歡男生是 他非常有男子氣感 然後我覺得要有肩膀 大家都有肩膀我知道 可以為我扛起所有事情 然後覺得我今天如果遇到困難 然後他可以擋在我前面那個靠山的感覺 就是我喜歡男子氣感一點的 男朋友的條件喔 其實跟理想型滿像的欸 我會希望這個男生 他是很勇敢的 可以幫我打蟑螂 然後會帶我出去玩 就是帶我出去旅遊 可以會有規劃事情 然後我覺得要愛乾淨 不可以家裡太亂七八糟 如果偶爾亂沒有關係 但我會希望他可以跟我一起整理 當然我也會幫忙整 然後我還喜歡就是 陪我到處旅遊的 然後可以陪我一起拍短影音 拍影片 喜歡唱歌的更好 會拍照的也很好 為什麼想轉職跳啦啦隊喔 其實我本來就很愛跳 之前就是在科技業上班 我覺得每天朝九晚五 生活太枯燥乏味 那後來因為 啦啦隊這陣子很盛行嘛 那我就覺得 欸其實我可以把我的工作 興趣去做一個結合 那我就來跳啦啦隊 發現我真的很喜歡應援這件事 其實不管是應援棒球 就是各種應援 就是為場邊加油的那種 為球員啊 所有運動賽事 為場邊加油的那種感覺 發現自己真的蠻喜歡應援這一個 這個感覺啦 可能就喜歡歡呼啊鼓掌 喜歡帶動 自己就覺得蠻開心的 未來想做什麼 啦啦隊啊 我覺得可以跳到幾歲就跳到幾歲啦 當然大家都會這樣說 我覺得我想要成為一個很成功的YouTuber 然後因為我接下來也都有發歌嘛 那未來也會發一張專輯 就是整個滿滿的專輯的歌曲 所以我會希望就是 自己是一個很成功的表演者 因為現在的表演者大家應該都是很 斜槓斜槓斜槓 所以除了就是我希望我的啦啦隊本質 可以做好之外 然後歌手這條路 然後甚至在未來啊 任何的廣告發展都希望可以有一些成績 那歌手也本來就是小時候的夢想 參加過很多歌唱比賽 然後有一些小小的成績 那就是希望用自己的歌聲可以感動大家 未來想做的事情大概就是這些 環球世界 就希望可以有一個就是 旅辦然後可以跟我一起到處玩 如果可以免費動刀 我想要把我的下半身都砍掉重邊 因為我覺得腿太短了 我覺得我的下半身不夠修長 就是我覺得我自己是屬於 四肯品種 就跟我家兩隻貓咪的品種很像 就是屬於腿較短的 我比較不滿意自己的大小腿 就是覺得比例不夠好 然後因為我從小是跑田徑的 所以我的小腿肌又特別的發達 那因為以前也沒有人告訴我們要拉近 所以就變成說我從小的小腿肌就是變得比較發達 那後來就要讓他維持就是不要讓他肌肉這麼緊繃 我都會需要打小腿肉 但是如果你說可以砍掉 砍掉重練比較快的話 那我當然是希望我的下半身重長這樣子 希望可以有八筆生產 希望啦希望 開創頻道的契機喔 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更了解我 然後也希望自己其實在就是 表演相關還是有一個自己影音的作品 因為之前大家都看到我很喜歡拍短影音嘛 那又覺得 欸YT其實是一個長片的很大一個挑戰 那我會覺得說 我可以記錄自己的生活 然後讓大家也可以看到 欸我生活中大大小小的樣子 應援上的樣子也好 然後私底下的生活是搞笑搞笑的樣子也可以 主要就是希望讓大家可以看到真正的我這樣子 壓力大舒壓的方式 打傳說對決 打手遊是一個 然後追劇 最重要是我常常心情不好的時候 我會選擇一直睡覺一直睡覺 因為我覺得有時候就是 沒睡飽的話 很容易讓自己心情不好 所以我覺得睡覺 聽音樂 看劇 還有打遊戲 是我覺得我紓壓的方式 球迷粉絲做什麼 感到不舒服的事情喔 之前有講過嘛 我不喜歡就是粉絲 有些肢體的接觸 然後可能搭肩什麼的我都不喜歡 那我特別不喜歡的是 就是 造三餐的問候 我覺得事實的問候 或是根據我今天的活動內容 有時候我的線動啊 做了是什麼 可以給我一些適當的回饋 或是建議分享都可以 但我比較不喜歡太緊迫叮人的 造三餐的問候 這樣子我可能會覺得 欸我要不要回覆你 會不會很有壓力 或者是我今天如果沒回 我明天才回你 會不會讓你覺得我 我好像不太理你了 如果粉絲有這這樣子 緊迫叮人的舉動的話 我會覺得比較有壓迫感 應該以標準上來 我覺得我是一個 蠻獨立的人生 但其實又沒怎麼獨立 因為我其實很討厭自己吃飯 就是我會希望有一個飯或是朋友 可以陪我一起吃飯 我是可以自己一個人吃飯 但是我很不喜歡自己一個人吃飯 就是我算是獨立 我自己可以到處跑客場 然後都是自己開的車 自己住宿 我是蠻獨立 可是我還是會希望有人陪我 但其實我是可以做得到 只是沒有人陪的時候 自己就會覺得 略險孤單 但是是因為我可以獨立 去完成這件事情 但我不會覺得說 都可以自己一個人完成這件事情 就覺得不需要別人的陪伴 自己吃飯我可以 但不這麼喜歡 就希望還是有個飯友 跟蕙琦吃飯 然後喜歡跑客場 到處走走看看 當小旅行的那種感覺 這樣這麼快 實題就問完了 好啦 那就是希望未來 萬啊 十萬訂閱的時候 可以再有更多豐富的題目 跟豐富的問答 可以回饋給大家 那不曉得今天這實題 我沒有回答到大家的問題 那希望大家未來 可以繼續支持小珍奶的頻道 掰掰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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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